很多人听过戴安娜,却很少人听过文雅丽 文雅丽虽然和戴安娜有着相似的经历 但文雅丽的人生却更具传奇性 文雅丽1964年出生于中国香港 1994年文雅丽遇见了阿约金母王子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两人1995年举行了盛当的婚礼 文雅丽花300个小时学会了丹麦语 然后就各种忙于王室公务 致力扮演王室的亲善大使 文雅丽嫁入王室之后的种种表现 也让丹麦女王刮目相看 然而约阿金母王子的出轨 让文雅丽提出离婚 并带着两个儿子离开了王室 这一年文雅丽40岁了 她依旧以商业女性的身份 活源在丹麦社会 两年后再嫁给了一个小他14岁的 王室摄影师马丁·约根森 不过第二段也只持续了8年 2015年文雅丽突然宣布和马丁离婚 这一年文雅丽51岁 恢复单身的她依旧潇洒无比 在2018年以丹麦王室的身份 参加了丹麦王储 50周岁的进队活动 无论是曾经做王妃的时候 和人取小邪热的时候 文雅丽从来不曾放弃自己的事业 并始终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